港府早前公布全港小學最快本月19日復課 但就規定學生須每日做快速檢測 呈陰性才可以回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在抗疫記者會表示 聽到訴求希望當局可以向所有學童 派發快速抗原檢測包 但社會共識都不反對公共資源 應用在最有需要的人士身上 若所有物資由政府派 將會對政府公共資源運用有影響 林鄭月娥指出 今次計算可以派1000萬套快檢包 給有需要的學生 不僅是縱援家庭 亦包括領存額及半額書保津貼的學生 而89個防疫服務包補靈點 將於今日結束 歡迎家長拿多些 她又提到 當局並非長期要學校去到暑假 每日都要做快速抗原檢測 數週後會檢視 檢視包括該評論 是否仍需要每日做 但一般專家的意見指 打針仍然會感染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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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